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总营开营仪式 在北京举行 在和斐 反南昌 一路走一路看 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苹果新闻网直集围棋九天的 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 报名表上活动终止 警写促进两岸青年文教交流 行程也是古迹巡礼以及校园参访 实际上却是为期九天的洗脑统战营 活动开幕式在国家集饭店 友宜宾馆举行 除了学生之外 出席开幕式的贵宾 各个来头不小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心 国台办副主任龙明彪 而在龙明彪旁的 正是这次的主办方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黄志贤 他们全是对台统战的重要官员 我们的宗旨是 继承和发扬台湾同胞 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在爱国统一旗帜下 领持两岸一家亲礼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简称全国台联 官网上台联章程明确写出 坚决反对台独 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方针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表面上进行文化交流 实际上却是隶属中共中央的 对台统战单位 这几年的工作都是围绕的 两岸和平发展 两岸祖国的和平统一 这个目标去做的 总书记的讲话 他会指引我们 做好工作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 开幕式在主持人 朗读真文得奖作品中落幕 开始了参观行程 但原定的行程 却又再次被打乱 导游突然告诉我们 原定的旅游行程 变更时间 改为台湾青年 就业创业分享会 连乞丐 跟你到前都可以拿个二维码 说这个时代 就是你以前是没办法想象的 这个的变化 我觉得只有在这个地方 让我感觉得到 它是一直同步在发展的 全国台联找来在中国工作的台湾人 告诉学生 中国有多进步 也劝学生 趁两岸关系敏感时 赶快吸进卡位 从台湾人在中国工作成功案例 增加对中国的好感外 旅途更有中国学生伴游 让台湾学生被感呵护 作为同胞 我们不仅仅希望 能瞎针对彼此的了解 更希望能为内地 和台湾的交流与发展 出一份力 献一份情 又是出力 又是献情 果真在北航招募志愿者网页上 条件 清除写明 虚熟悉台湾历史现况 关心两岸关系发展 准备开始校园巡礼 却是在校园里 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里头竟是中国总书记 习近平的思想语录 但在承办单位 中华两岸事迹 发展协会的分享照片 却知自未提 只有走马看花的参观影像 用心观察 探究两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同根同源 用心感受 两岸同胞是火肉相亲 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九天旅程一点一滴 将统战思想灌输给台湾学生 全国台联连续16年举办两岸统战营 每年不断由台湾主办方渗透校园 用集优惠团费吸引学生参加 从文化导览到宣扬国威 再让台湾人讲述成功创业经验 最后述诸情感 全面拉拢吸收台湾年轻时代 但这只是中国对台湾 无数统战组织中的其中之一